您说是哪一间 那间 陆先生住的 他是郡主眼下的红人 小的不敢擅闯 世子 这事怎么回事 说 我们我们招了苦头头都到了 苦头头 苦大师 是赵民那丫头 他也不用你来杀我们的 卿叔 爹 退下 我想苦头头大师隔壁守卫 对我来讲不会有什么恶意吧 宋大侠不愧是武当派的当家 我是名教光明诱使者范遥 奉教主之命给你们送解药来 怕是赵民的诡计 信不信有你 我没时间给你解释 我还要给各派送解药去 记住 这万一是毒药呢 管他解药毒药 反正我们在这儿生不如死 解药便好 如果是毒药 早死早超生 对 服药 来 嗯 师父 您快些请起 不接受我的请托我就不起 一日为师 终身是母 我自由父母双亡 是师父养育教诲我成人 尹忠如山 轻身四海 我不能做一个不孝的人 志若 你答应了 好好 好 孩子 起来 好 好孩子 我跟你说 你取得屠戎刀和一天剑后 找个隐秘的地方 一手指刀 一手持剑 运走你的魅力 将刀剑护出 这时宝刀宝剑 就会同时折断 你即刻取出 藏在刀身和剑刃中的秘籍 这是取出秘籍的 唯一的法门 此时 那宝刀宝剑 也就从此毁了 也记住了吗 也许你心里在疑惑 这屠龙刀和一天剑 流传了百年 难道就没有人能 渗透他其中的秘密吗 这人的心态 得到如此锋利的宝刀宝剑 绝对不舍得损毁 这就是 我们峨眉派最大的秘密 只有峨眉派的掌门 一代传一代 只若 我要你接任掌门的用意 也是在你 记住 你取了兵法之后 要慎重挑选一个 心地人善 赤诚为国的指示 将兵书传授于他 要他发誓 驱除援兵 至于武功秘籍 你就得自令 这响龙十八掌 是纯阳刚之法 你炼之不已 你可以在九阴真境中 炼的真法 师父一生 有两大心愿 一是驱除援兵 其二是 要和眉派的武功 领袖群伦 盖过少林和武当 成为中原的第一大门牌 这两件事 说来甚难 但是现在有一条明路 只要你按照师父的尊主 将能一一成就 那时候 师父在九泉之下 也要对你感激体灵啊 原来你们藏在这里 找了你们半天 这是十箱软筋散的解药 赶快把它扶下去 你们怎么那么烦呢 每个人都需要我解释一遍 我是名叫光明幼使范瑶 费尽心思盗来解药 特来相救失态 魔教奸贼 你到现在还来戏弄我 我 我怎么跟你 不必着手 要杀就杀 又滚就滚 别在这碍事 你 你算把我气死了 我可是一片好心哪 你却狗咬里动因 你这个可恶的老贼 你 要不是我内力已逝 就凭你这句话 我闪你耳光 你 好好好 算你高明 我的计谋被你识破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来存心戏弄你的 看到没有 这是毒上加毒的毒药 你有胆量 就把它吃到肚子里去吧 这个药一下毒 你就会肝肠寸断 你会死得惨不可言 惨不忍睹 惨上加惨 师父 师父 你也吃下去吧 不止害我徒儿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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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把毒药吐出来 快呀 吃到肚子里了 吐不出来了 少林群僧武当诸侠全服了我的毒药 我明教是好是歹即刻便知 哈哈哈哈 你 你 你也忘我何美 你 你 天忘我何美 师父 你 你 Lip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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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女 穿 我 自 我 你 你 你 师父 你别再喝了 再喝你就醉了 你关心我吗 是朋友就会关心 是啊 我都忘了 我们还是朋友啊 赵姑娘 夜已深了 我送你回去吧 怎么 是朋友 多陪我一会儿都不行啊 好 你喜欢在这里喝酒说话 我就陪你 怎么 我愿陪你还不够啊 不会啊 我很高兴 那你叹什么心 有时候我自个儿在想 如果我不是蒙古人 也不是什么郡主 就像周姑娘那样 是个平民家的汉人姑娘 你或许会对我好一点啊 张公子 你说是我美 还是周姑娘美啊 自然是你美 说的是真心话 我要听你说 不逗你了 张公子 你喜不喜欢见到我啊 如果我实时邀你到这儿来喝酒聊天 你来不来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呢 我在这儿不能久留 过不了几天 我就要南下 南下 你去拿方做什么 我不说你也猜到了 我说出来 就惹着你不开心 你答应过我 要给我做三件事 没忘了吧 不敢忘 请姑娘寄行事下 我尽力去做 现在 我要你答应我做第一件事 我要你陪我去取那笔屠龙刀 好 怎么 你不肯 屠龙刀在我义父手上 江湖上众所周知 也不用瞒他 张公子 我不是要你违背什么侠义之道 这是你办得到的 不瞒你说 那屠龙刀是我义父金毛狮王之物 我岂能背叛义父取刀给你 我又不是要你去偷去抢去拐去骗 我更不要占为己有 我只不过要你去向你义父借来 给我把玩一个时辰就还给他 你们是义父义子 你找他借他总不会不肯罢 更何况我又不是拿这把刀去谋财害命 这没有违背你的侠义之道吧 其实那把屠龙刀虽然明文江湖 可其实也没什么看头 他不过是比较沉重些 比较锋利一点 不对 江湖上说 武灵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 谁与争锋 这以天剑已在我手中 我定要看看那屠龙刀 是不是什么模样 张公子 你若不放心 你可以在我身边 我若有二心 你尽管动手 凭你的本事 我肯定 占不了这把屠龙刀的吧 这 怎么样吗 你让我想想 赵明言明借刀看一个时辰 虽然难保他没有什么诡计 可是 我全神防备 量他也不能将屠龙刀夺去 只是义父曾说 屠龙刀之中 藏着一件武功绝学的大秘密 义父双眼未瞎之时已得报道 以他的聪明才智 始终参详不出 这赵姑娘在短短一个时辰之中 岂能有所作为 何况我和义父一别十年 说不定他在孤岛之上 已参透了宝刀的秘密 你不肯啊 那就算了 不过 我要你答应我做另外一件事 那件事可就难了 好 我答应你去借屠龙刀 不过言明在先 我只见你看一个时辰 倘若你意图抢战的话 那就别怪无礼了 你想的太多了 那刀那么沉 就算你恭恭敬敬地送给我 我也不邪悍呢 什么时候去取刀啊 这几天吧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回去收拾一下 什么时候动身 什么时候约我 你也要去啊 那当然了 你想想看 你义父在什么海外孤岛上 又不肯回中原 到时候难道你 万里迢迢的去取刀 给我把玩一个时辰 再万里迢迢的送回去 没道理 天下没这个道理啊 你说的不错 这北海不过掏险恶 能否找到冰火岛 已十分渺茫 再说 如果要来回三次 又不出岔子 我肯定也没这个把握 我义父在岛上移住二十年 我不知道 他肯不肯以垂木之年 从归中土 这么说 你答应带我去 赵姑娘 汪洋大海风波无情 你何必去冒这个险 你能冒险 我为什么不能 那你爹愿意放你去吗 爹叫我统帅江湖群航 这几年 我跑遍了大江南北 他从来没有管过我 汝阳王 要他统帅江湖群航 对呀 我此去冰火岛迎接义父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返 倘若他趁我不在 大局对付本将 那倒是不可不防 他和我同往 相信他的手下定有所顾忌 那我 可就免了后顾之忧啊